那我们今天会继续在这个主题的里面 still struggling还是会增长 我们先来看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 传道书 传道书 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继续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等一下读完神的话语 会邀请大家可以坐下来 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说 以下是耶路撒冷做王的大卫之子 讲到的其实就是所罗门王 传道者的话 OK 所以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等一下我们要听到的是 所罗门王这位耶路撒冷之王 在那边坐王这位大卫之子 Wouldn't you want to hear from him 他有什么样的智慧 有什么样的鼓励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带有生命的话语 激励我们的话语想跟我说呢 第二节 他就说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他怕你第一次没有听懂 In case you think I'm just kidding 他说 In case你还被我第一次讲的 只是在开玩笑 或者是随便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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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然后他在说 不仅只是一些东西虚空 你想说可能是打电动虚空 你想的可能是 You know Go on blind dates 虚空 看Netflix虚空 他说 No it's not It's not these things 不是只是这些的事情虚空 他说的是什么 一切都是虚空的 How many of you are encouraged already 今天来到教会已经被鼓励到了 OK 来到教会听到的是一切都是虚空的 既然都会虚空 我今天干嘛还要来到教会 虚空的话 我能够学一个比较好玩一点的虚空 在家里看Netflix就好了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完蛋了 我的人生毫无意义 We're going to speak to that today 我的人生毫无意义 天父我们谢谢你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 可能都有一些的挣扎 不知道我们做这一切 努力这么多 都是为了什么 我相信这些挣扎不是 只是某些人有我们 At one point in our lives 在我们生命中 可能在一段关系的里面 在做一件事情的上面 甚至在我们事工的里面 我们都有曾经问过 甚至现在还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空间的里面 你要对我们来说话 我们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样子 继续的往前走 他们可能想到不是 只是要结束生命 但是要结束 继续Engage 参与在生命的里面 而今天你帮助我们 对我们来说话 谢谢你主 愿你的话语赐下来 愿你的话语 扎根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这样子祷告 是奉靠主耶 所以基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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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请坐 Amen Amen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是我十几年前 十二年前 结婚的时候 我的best man 我的best man at a wedding 伴郎 伴郎 在这么多年来 他 我们 从两个都是单身 到我们结婚 不是我们 不是我跟他结婚 到我们都进到 各自的婚姻的里面 然后有各自的老婆 然后有各自的孩子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当中 我们很多事情 是无话不聊 我们常常会 讨论很多事情 那我的朋友 他是一个 就是你跟他聊 什么都可以聊的 就是我们常常在一起 我们一聊 就聊个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们有时候在想说 我们要不要把我们聊的东西 变成一个podcast but我有时候想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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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因为录成一个podcast 我们家会马上就少一半的人 but我们聊很多 我们会聊到婚姻 我们会聊到business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entrepreneur 一个创业家 他开创很多不同的business 我们在聊不同的东西的里面 那最近在农历过年的时候 那真的是 农历过年真的好长 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去找他 一起出来聊天 我们就聊一些东西 那那天晚上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多 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聊的主题 就是AI 因为它是一个分钟 有商业头脑的人 所以在那天晚上 我们两个在聊的 最主要的主题 不是在聊到说什么 AI会不会有一天 比我们强 我们的公司都是 AI有一天一定比我们强 in fact 可能今天就已经 比我们还厉害了 但是在那天 我们聊到的一个point 我们在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两个都没有答案 但是我们在聊到一个point 就是 什么时候AI会跟人类 有相同同等的价值 当如果有一天 AI它become a sentient being 就是它可以知道 自己存在的时候 它有自我意识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AI会跟人有一样的权利吗 比如说 你需要让你的AI 周修二字吗 比如说 如果你对你的AI 言语暴力的话 它可以告你吗 那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最基本 underline下面的这个 最基本问题就是 其实是 What makes a human A human 是什么一件事情 是什么一个特质 让一个人 成为一个人 这世界的 Science 这世界的科学 是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问题的 但是在神的话语 他却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 人是因为我们是 按照 神的形象 所创造的 我们充满神的情感 我们有神的创造力 我们这些人 你知道 if you想要了解 更多可以来读我们的 Hope College 我们在里面有两个课 叫做 People are worth it 我们讲到人的创造 我们讲到 大家记得 这个课程 是我们教会的一个 最核心的价值 People are worth it But why aren't people worth it 人的基本价值 是从哪里来 但是在这个问题的里面 我们也知道说 在这个疑问的背后面 知道说人是因为 我们今天是 之所以是人 是因为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把他的气息 吹进到亚当的里面 然后希伯来往里面说 And Adam became a nephesh a living soul 成为活着的灵魂 So what makes a human 让我们是成为一个人的 不是人 给我们人的这个quality 不是只是因为我们 我们有一个身体 是因为我们里面 有一个灵魂 And let's talk about the soul 这个灵魂 Let's talk about the soul 因为这个灵魂 it's a very interesting thing 是你跟我 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这个灵魂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个灵魂会有很多的挣扎 这个灵魂可能会在同一个 同一个 locus 在同一个地方 在同一个灵魂里面 可以感受到 不一样的情感 你可以感觉到喜乐跟恐惧 在同一个时刻 这是所有的婚礼 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Our soul is interesting In fact 我们的 soul 有一个 quality 有一个特质 就是 它会不断地 去寻找 人生的意义 它会不断地去问 为什么 And that's why 你跟我 我们跟动物不一样 我们不是只是 a highly evolved primates 不是只是一个 就是进化 比较前卫一点的 的原类 We're creating in God's image We're not just animals 因为动物 他们的存在 只是为了 要什么 为了要可以得取 更多的资源 让他们可以 pass on他们的 gene 到他们的 offspring 把他们的基因 可以传到他的下一代而已 但是你跟我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 你今天 比如说你是一位姐妹 然后你跟一个男生 交往了五年 这五年 他对你非常的好 这五年 他写卡片给你 他遇到你的家人 他认识你的家人 你的子女 非常的喜欢他 你的爸爸 希望你有一天 嫁给他 你的妈妈说 Oh wow Finally 终于有一个好的男生 再出去 And他这五年 带你去玩 这五年 请你吃很多好吃的大餐 但是五年之后 他跟你分手 当他跟你分手的时候 你不会说 Wow Thank God 这五年 我有好多免费的资源 进到我的生命中 如果你是动物的话 你会这样子问 但是因为你是一个人类 And you have a soul 你会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 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有时候会 有个疑问 就是有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传道书 会进到圣经的里面 因为传道书里面 所讲的东西 感觉在 不知道是在 知道在传道 但是是胡说八道 还是什么道 你知道 这是什么道 这感觉不像是 我们不会在 初信造就班 把传道书 端出来给大家念 初信造就班的时候 我们是回答人的问题 但是初信造就班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端出来 所以 所以传道书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卷书 就是 你初信造就班不会读 你 耶稣生平也不会读 你在追寻课程不会读 你在 很多的课都不会去读到 这些东西 你也不知道在一个人的 信仰的生活的里面 什么时候要去读传道书 And we don't know where to place this book because because it seems to be out of place 好像在我们的心眼里面 我们感觉是 非常的奇怪 但是 传道书里面 其实在续说的就是 所罗门王 He's having a very human experience 他正在经历一个 你跟我说的人类 都会经历到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个魂 有个灵魂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会在问 为什么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的生命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的存在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不是只是你遇见耶稣之前 才有的疑问 你遇见耶稣之后 你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 还是会有同样的一个疑问 And so we ask this question 为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在我们中间 你今天 在你的生命中 或是你现在正在 You know 有一种感觉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的生命到底是为什么 存在是为了什么 我的生命到底 有没有意义的话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的话 今天你来对地方了 不过我相信 可能有一些的人 你的人生 从来没有这样的疑问 你非常的知道 耶稣基督他救赎了你 你知道耶稣基督 他给你一个人生的 伟大的护照 你知道你的存在 就是要使万民 做主耶稣的门徒 全地要复兴 赢得每个城市的百分之一 你都知道 这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You know all this 你的存在就是为了 要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 你都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如果那是你 从来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没关系 接下来四十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在里面方言祷告 为你旁边的人 为你左边的人 为你右边的人 为他们祷告说 主啊 怜悯他们 主啊 帮助他们 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 but if you're honest 我们很多人都有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挣扎 我们的魂 我们的灵魂在里面 都有这样的疑惑 我们都有这样的疑惑 如果你的灵魂会问 会在一直不断地询问 为什么 这些是为什么 那疑惑 一定会停下来 跟你打个招呼 if you're going to go on a journey 只要有个journey 是说为什么话 疑惑一定都会停下来 跟你打个招呼 now 最悲惨的 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不是疑惑跟你打招呼 what is tragic is is actually 有时候在教会的 传统的里面 在教会的 过去里面 我们把疑惑当成 好像是一个病毒一样 我们害怕它 我们还不想要远离它 好像疑惑出现的时候 口罩戴好 离得远远远 不要靠近我 我们把疑惑当成是一个病毒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疑惑跟不幸 画上本号 我们把疑惑跟不幸 画上本号 但是疑惑不代表 不幸 Now just to be clear unbelief 不幸在圣经里面 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罪 不幸是一个罪 unbelief is a sin 但是不幸 不是在说 你生命中没有疑惑 不幸 其实在讲的 不幸 其实在讲的是 你生命中 缺少 is the absence of faith and dependency on God 不幸在讲的是 你生命中 缺少对神 完全的依靠 跟信任 所以今天你可能是一个基督徒 你可能没有怀疑 神的存在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活在什么 不幸的里面 你可以 不信神 是你平安的来源 所以你去找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不信神 是你所喜乐的来源 so you turn to something else 你可以不信神 掌握你的未来 所以虽然我们可能对神是没有怀疑的 神的存在没有怀疑 但是我们里面还是可以活在不幸的里面 所以不信 跟怀疑 跟疑惑 其实是不一样的 疑惑是什么 疑惑它不是只是缺少 它讲的不是 最主要不是缺少对神的信任跟倚靠 疑惑讲的是充满着问题而已 It's just the presence of questions 所以unbelief讲到是 the absence of faith and dependency on God but doubt 疑惑 怀疑 怀疑是什么 只是充满着问题 你可以对神有信心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question 很多找不到答案的 你可以对很多东西有信心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 You don't know 信心不会remove 不会出去所有的我不知道 我对这个iPad非常有信心 我有信心它在九点半帮助我讲道 我有信心在十一点半的机会 它可以帮助我讲道 我有信心等一下两点钟的时候 它会帮助我 不是帮我讲道 I mean Spring 我没声音呢 It's after echo 但是我信心 I have no I have I have I have full faith It's going to be here to help me 但是它是怎么 它是怎么运作的 I have a lot of doubt 我不知道 很多的我不了解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按了这个扭车 它就打开来 那如果你中间 在我们现在 会在线上看 你是一个engineer 你说 Wow that's simple Peter That's not that hard It's just like Electron Okay I don't understand But I don't know 所罗曼王 他在传道书里面 他对人生的意义 这些道理是为了什么 充满了很多的疑惑 但是有趣的是 他有这些疑惑 不是因为他生命正在经历到一个非常苦难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还原生命经历到苦难 就会怀疑这所有的一切 所罗曼王不是这个样子 所罗曼王是他人生最精华的时候 拥有所有的一切 你可以想到的他都拥有 智慧 Wisdom and Wealth 这两个东西 他都有 财务 智慧他都有 但是他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我们有时候会认为 只要我有更多 我的疑惑就会减少 You can feel in whatever that is 有更多什么 你有时候会想说 如果有更多的知识的话 我的疑惑会减少 我许多年前要去读神学之前 我真的是超级的天真 我那时候一开始要去读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接下来每一年要花那种 三万块每一家 反正就很贵 所以我想说三年下来读完之后 我终于所有我对信仰 圣经跟生命中 这些的疑惑都可以在这三年里面解决 因为这个degree 这个学位叫做 Master of Divinity Wow, I can master divinity Like it's such a cool like divinity I master what it means to be divine I master I master It's such a stupid It's such a If you think about it 这是一个好愚蠢的一个 一个degree的称法 I master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God And life What I do 可以少一点疑惑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还以为 我们还以为只要我有更多的经验 我的疑惑就会减少 So,我 Allie是我的大女儿 是我第一个孩子 Allie出来的时候 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疑惑 我会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爸爸 几年之后 Rafi也出生 And you would think 已经有六年的经验 当一个爸爸 Rafi出生的时候 我的里面的疑惑会减少 但是没有 所以我没有因为 我有更多的知识 没有因为我有更多的经验 减低 我一些的疑惑 I still have questions 还是有很多的我不知道 但是基督徒呢 我们 我们在想到的 不是有更多的知识 或是经验 就可以减少疑惑 Because Christians we know better 我们知道重点不是在经验 重点不是在知识 重点是信心 所以我们里面想着 只要我有更多的信心 我的疑惑就会减少 我如果你需要 如果你需要疑惑减少 你才可以有信心的话 那其实你在说的是 你的疑惑 比你的信心还更为有利 那我不害怕 我的信心 跟我的疑惑 同时 同时出现在我的灵魂的里面 我对未来充满着信心 我对神充满着信心 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的 doubt 我还是有很多 我这两个东西 同时出现 我不害怕 为什么 你们当时有没有人 是有养狗的 It's not a question 这不是一个 你可以承认 有的话举手我看一下 OK A lot of us 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带来 不是说有养狗 如果你今天带着你的狗 去到公园的时候 带去公园的时候 你不会非常的担心 公园里面有诈猛 因为你的狗 比诈猛还强壮 And so你不会担心 你的狗在公园里面 跑来跑去 Because your dog is stronger than a mantis 比诈猛还来的强壮 但是如果 如果今天公园里面 是有一只独蛇呢 那你会担心一下 对不对 Think that's stronger 所以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先认定知道说 我的信心 is like a lion 我的信心在我里面 就像是一位狮子一样 它是强大有力的 那我生命中的疑惑 我的doubt 像是土狼一样 Hyenas Now have you seen Lion King before 顾上有人看过狮子 玩的给我一个声音 让我知道 How many of you know 这个电影是叫做 The Lion King Not the Hyena King I watch The Lion King Just like you 你跟我都知道 最后是谁赢 It's the lion It's the lion It's the lion And so as long as you know 只要你知道你的信心 是大过于你的疑惑 你不用担心 你的生命中 有一些的问题 我说不是生命的问题 我说的是疑问 同时出现在你的心里面 Because your faith is stronger Than your doubts Your faith is stronger Than whatever these doubts They are 耶稣基督 他说我是心里信心 创始 城中的那一位 I am the author And the finisher Of what Of your faith 他没有说 I am the eliminator Of your doubts 我是 我今天 As a pastor 我今天的 JD 我今天的JD 我今天 神把我放在你们生命中 不是要试着去去除 你生命中 所有对生命 跟所有信仰的疑惑而已 That's not my main job 因为每一个人 都会在不同的情节 在不同的状况下 有不同的 问 不同的问 the question mark 这个question mark 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背后代表 是很多不同的 It's all different questions 你会在经历这个 你会因为预见那个 你会因为 预见不同事情 你会有很多 不同的question mark 在你的里面 And my job is not to eliminate these questions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今天解决一个 你一定还有另外一个 回答一个 还会有另外一个 我今天要做的 我一生要做的 我的护杀要做的 是帮助你们去 建立你们的信心 It's to make sure your faith is strong enough I'm not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 hyenas Try make sure the lion is well fed 不是要把这些土狼 hyena土狼 土狗 土狼 I'm not trying to get rid of this土狼 I'm trying to 确保你里面的 这狮子是被喂饱的 That's what I'm here to do That's what I'm here to do So 我们的人生 不是要去试着 去去除掉这些 这些 这些的 道 因为去除掉这些 疑惑不会带给你 魂里面 灵魂里面的安息 只有当你去建立 你的信心的时候 所以今天 我想要来帮助大家 建立我们的信心战 我们在想到说 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先 首先要先 be honest 我们要先认真 认真认真的来面对 我们真正有对生命的疑惑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所罗门王 他看了这么多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的结论 因为所罗门王 他有一些的 道 他有一些的 疑惑在他的里面 他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 因为他 他观察到几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 会一个来看 但是我们在看 所罗门王的观察 他的observation的时候 我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 所罗门王所讲的东西 都是真的 只是 事实 不是完全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会说 英文是 这些说法 全是真正的 但他们不是整个故事 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讲过一句 真实的话 但是不是跟你讲 所有的故事 所以如果 今天有 你的朋友跟你说 这个冬天 我要去一个 冷死人的地方 的地方 你可能会想说 Oh man poor you 好可怜 你要去个 冷死人的地方 你好辛苦 但是 the whole story 事实是 他是要去 北海道滑雪 So your friend he just told you he just told you a true statement but he didn't tell you the whole picture 所以 所罗门王 等一下会讲到 这些东西 都是 true it's true statement but they are not the whole picture 在今天结束之前 会把整个 whole picture 给大家看 But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is statement first 因为 we have to be honest 有很多的事情 有很多的observation 真的会让我们觉得 人生毫无意义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 他在第三节 跟第四节 他在那边说 他说 人在日光之下 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他说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大地却永远长存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 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 一切都有可能会 化无虚无 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 一切都会化 一切都会 还是有可能会化无虚无 你可以去到一些的地方 你可以去 有时候去到一些的 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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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 伟大的城市 但是今天只剩下一堆石头而已 人的努力建立出来的城市 不在了 但是这些石头 在人来之前就在 在人走之后还在 所以你心里面 不仅会去问一个问题 那人类这么辛苦 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类这么辛苦去建造 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一家公司 一个organizer 有一天他可能都会消失的话 那这么努力去做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很容易我们就会去问 那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做这一切是没有意义 但是记得 这是一个true statement 这是一个真实的statement 但是它不是完全的故事 事实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接下所罗门王 Solomon在第七节 他又说什么 他说江河涌入 江河涌流入海 海却不会满意 江河从何处来 又返回何处 That's an interesting observation 他的意思是说海水这么大 你多少个江河再流进去 都填不满它 他的observation 他的看见是 It's never enough 永远都不够 而且没完没了 永远都不够 而且没完没了 他在讲的是什么 输的东西 所有东西 你对人家的爱跟关怀 永远都不够 你在想说 你已经晚上十二点半 打电话给我 我已经跟你聊了两个小时 我还为你祷告 那我还祝福你 然后我隔天还要去上班 然后你一个月之后还跟我说 我在这个小处里面 我感受不到真正的关怀 你心里会想说 我都已经做了这一切 你还觉得不够 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干嘛还要继续当小处长 我干嘛还要再继续爱你 我干嘛还要再做这一切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不用举手 我们都知道 What more do you want from me That's what Moses felt 摩西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他已经带领一身内在宽野四十年了 四十年他们都没有缺乏 四十年之后他们还在问说 摩西我们没有水 你是要我们渴死在这个地方 摩西来说你没完没了啊 我已经四十年了 你还在跟我吵这个 四十年了 跟你旁边的老公说 四十年了 40年了 没完没了 对人的爱 你的付出 感觉没完没了 But guess what 还有什么事情没完没了 人生的鸟事 人生的鸟事 真的是没完没了 本来是那一群人生你的气 终于那群人没有生你的气了 换另外一群人生你的气 本来是那一群人不开心 后来那一群人开心之后 换另外一群人不开心 所有的领袖都说 Amen And all parents know 如果你家有超过一个孩子的话 你都知道 终于这个孩子有些经历 那个孩子却又 没完没了 And so 我们跟所罗门文要 我们不仅会问 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这一切都不够 做什么都不够 而且没完没了 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But remember 这是一个 true statement 但是这不是 完全的故事 It's not the whole picture It's not the whole story And so 罗门文在11节他说 他在说 过去的事无人记得 将来的事 后人也不记得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很快就会被遗忘 我们很快就会被遗忘 我在 几年前 三年前 I was trying to be a really good father 我想做一个很好的爸爸 所以我就跟我的女儿Elly 跟Elly说 Elly 那个你在地图上 可以指任何一个国家 爸爸带你去 只有爸爸带你去而已 It's a father daughter trip 然后我就秀给她看Google map Google map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zoom in跟zoom out 所以我没有秀给她全世界 因为我没有想把她带去意大利 我想带她的妈妈去意大利 我没有想把Elly带到意大利 所以我就只秀给她看亚洲而已 所以Elly就正在亚洲就指到那个 她就指日本 然后说Oh thank God 我去就送了一口气 然后就说好 我们去日本 所以我就带她去到Osaka 我们去到大阪 我们去大概五六天去玩 就只有我带了她 然后我有好多的照片 好多人 所以有时候自己 这是 kind of sad for me 有时候自己晚上 我会一个人 11点钟我就看这些的照片 然后自己在想这些 所以我就有很多这种memory 然后几个礼拜前 我们在跟Elly提到这个trip 我跟她说 嘿 还记得爸爸那里去大阪 然后她姨父看着我说 蛤 like 她 她只记得我没有去吃Shakeshark而已 她真的是我的女儿 笨 好多东西她都忘记 我说我们还要去这个 我们还要去这个城堡 蛤 然后我心想说 怎么这么快就已经忘记 我对你所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 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一天 the hope 会忘记 我这个人的存在 and I hope that comes 因为我希望有一天 the hope不是 我们这群人 结束的就结束了 有一天的 hope 会忘记我 有一天的 hope 会忘记我们是所有的领袖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不仅会去问 那我辛苦 我做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 and that's the struggle that's the doubt 所罗门在他里面就有这些的疑惑 有这些的疑惑 有这些的疑问 疑问在他的 在他的里面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在那个时候 大卫他的父亲还在的话 我们知道他大卫 他父亲不在 因为这个时候 所罗门已经坐网了 但是如果他的父亲 还在的话 他的父亲会怎么样子 来帮助所罗门王 怎么样子 他会对所罗门王说什么 now what I don't know but I can take a wild guess 我可以猜 我可以猜测 我可以猜测 因为至少我知道 一个通常 一个年长 而且是有智慧 而且是成熟的人 他不会跟一个年轻的人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 你到底是什么毛病 你怎么会有这些的疑问 你怎么会有这些的挣扎 一个为父的人 一个有为父之心 为母之心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的年长者 他不会这样子回答 不会这样子说的 一个有智慧的年长者 有一个为父之心的年长者 他会说的是什么 I've been there too 你今天的挣扎 我也曾经有过 这些挣扎不是只是你有的 in fact 所罗门王 你不是有说 在光天化日之下 没有新的事吗 你今天这个挣扎 不是在你这个generation 才有的 你今天这个挣扎 不是你这个世代才有的 我也有过 我也曾经经历过 and 所罗门王 对不起 大卫王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子 跟所罗门王说 but I can take a guess 因为他在诗篇 131章的里面 他有这样子写过一句话 and maybe maybe 所罗门王 wrote this because he knows one day 他的儿子会读到这一角处 maybe he wrote this 因为他知道有一天 他的儿子会作王 and from a king to a king beyond the grave he want to speak to his son 他想对他的儿子说话 he want to tell his son this 143章 第一到第二节这边说 耶和华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目也不敢高傲 我不敢涉猎伟大 太奇妙的事 因为是说 I do not concern myself with great matters with things too wonderful for me 第二节他说 我的心灵却怎么样 平静安稳 and now that's kind of weird right 因为大卫你是以色列的王 王要想到的就是 那又伟大 又奇妙的事情 对不对 你不会希望今天 我是主的牧师 然后你问我一关 教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说你不要问我 你会说那我要去问谁 如果这些不是你要去想 那谁要去想 这些不是你的责任 那是谁的责任 你今天是做完 你不是应该就要去想 这些伟大的事情吗 但是大卫在这边在讲说 我不干涉 我不去想这些东西 他的意思不是说 我就是装笨 因为装笨比较开心 那是不这样的 我们知道这不是 大卫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是在跟所罗门 他不是在跟所有的人讲 说你讲中笨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 反而 会更忧虑 不要想太多 he's not saying that 他在讲的是这些的东西 又大又难的事情 不需要去夺取 我生命中心灵的平安 这些的问题永远会存在 你的生命中永远会有很多 又大又难的问题 and let me tell you straight 有可能在永恒的这一端 你永远得不到那些的答案 但是你的生命 不是建立在这些又大又难 你不知道的事情上 我们是把我们生命建立在 又简单 也清楚的小事上面 有些简单跟清楚的事 是神已经启示给你跟我 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再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信心 会不断地被建立 所以这些又大又难的问题 不会去绊倒你 不会让你觉得 没有动力地继续往前走 我建立在 在你这个教会四年来 我有好多对未来 跟我们的东西 是我越来越多的疑问 很多的I don't know 但是在这四年来 I praise God 因为我更加的清楚 有一些基本简单的事情 是我们as a church 一定要不断去focus去做的 你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 在米加苏的里面 这位先知他告诉我们 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 这些简单的事情 是什么 米加苏第六章第八节这边说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向你 已经指示你们 何为善良 He has shown you what is good 你可以想说是 What is a good life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给你了 OK 他说什么 他向你们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行公义 好怜悯 谦卑与你们上帝同心 这三件事情 行公义 好怜悯 谦卑的与 你的上帝同心 这三件事情是我 去focus on的 是我在我人生里面 我常常会去思考的 在这 当我把我生命 建议在这三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他带给我极大的平安 跟极大的信心 我希望他也可以帮助到你们 也可以让你们 maybe有同样的平安跟信心 第一个他说什么 就是要行公义 他在说的是什么 就是要做对的事情 Do what is right 这边在讲到的是 你怎么去带领你自己 that's always the first question 生命中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不是别人该怎么做 不是别人需要怎么样子 而是你自己选择要去做什么 that's your life that God has given you to lead 你第一个要带领的是 你自己的人生 带领你自己的生命 你要选择去认识 我们要选择去认识 我们要选择 向神那边求他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去做对的事情 去做对的事情 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 对的事情是什么 只要你喜欢 那就是对的事情 这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 只要你喜欢那就是对 只要是对你 你只要做得让你心情好 只要做得让你感觉良好 那就是对的事情 但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 神有很清楚告诉我们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真理是存在的 神的绝对真理是存在的 我知道这世界上 有很多灰色地带 但是有很多事情 It's black and white 有很多事情是神 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在说这些 不是我们 好像我们都不会犯错 不是做对 是我们都会犯错 我们都会需要神的怜悯 需要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不能够放弃 知道说有对的事 是我们需要去做 Truth does exist 当你可以活在这个真理 的复辟下 当你可以活在这个真理 的标准之下的时候 Something beautiful happen 会有美丽的事情发生 就是你里面会有平安 You can be at peace 你可以看着镜子里面的你 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犯过错 我每次看到镜子里面的 我都知道这是一个 犯过许多错的人 But you gotta be able to 看到镜子里面的 so I can live at peace with myself 因为我在做对的事情 所以第一个是 你怎么去带领 你自己的人生 你是否降服在 神的权柄之下 第二个呢 第二个 他讲到说要行公益 第二个是什么 好联名 好联名就是你要去 帮助那些做错 或是帮助那些跌倒的人 这边讲到的是 你怎么去对待其他的人 所以第一个讲到是 怎么带领自己的人生 带领你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讲到是什么 你怎么样去对待 其他的人 How do you treat other people 你是一个充满着恩典 充满着爱 充满怜悯的人 It's that It's that how we treat other people 一个神的儿女是什么 一个神的儿女就是 我们里面有勇气 去做对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心有怜悯 去赦免原谅 刚帮助那些失败的人 神的儿女不是只是 自己做对的事情 然后要规定每一个人 都要做对的事情 如果他们不做对的话 我就论断你 No 神的儿女是我们主 求你赐个我的能力 赐个我的力量 让我去做对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失败的时候 我需要你的怜悯 如果别人失败的时候 怎么样子 我也可以给予怜悯 所以说你旁边失败的时候 你可以站在他旁边 说Hey it's okay Look to Jesus 继续看着主耶稣基督 愿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袭击你所有的罪 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完全地赦免你 恢复你 帮助你 可以重新站起来 I believe in you You can do this 行公义 好好带领自己的人生 好怜悯 用怜悯 用爱 用compassion 去对待你旁边 所有其他的人 我们永远不要降低 我们的标准 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标准 去让人家觉得羞耻 我们不要用这个标准 去羞辱其他没有做到的 包含你自己在内 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谦卑的与主同行 其实讲到的就是 把神放对位置 因为我们可以与主同行 但是我们不是谦卑的与主同行 你可以走在神的旁边 但是只是把神当作你的仆人而已 你要神去做这个 你要神去做那个 我们把神当作是我们的仆人 如果我们把神当作是我们的仆人的话 我们人生会充满很多的disappointment 但是如果你可以认定 了解知道主耶稣是谁 神是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祂是宇宙的主宰 祂是这世界掌握着所有一切 祂是 the one who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stars 创造这所有的一切 但是祂却爱你 却认识你 却愿意走在你的旁边 如果你跟我 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 我们前面与主走在一起 知道说祂这样子愿意走在我旁边 神生成为 是再美丽也不过的 你里面会充满着感恩 而这个感恩 带给你里面的平安 You trust And you know 人生有很多的问题 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人生有很多的疑问 是在永恒的这一端 我们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我们信心不是建立在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上面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这些 简单基本 It's the It's the基本款 It's the基本 It's the It's like when you buy a car 它有基本款 对不对 基本款 is the thing that makes it a car 真正那是车子 是那基本款 其他东西 It's good to add on But that's not what makes it a car 人生也是这个样子 一个好的人生 建立在这三件简单事情上面 好好带领了人生 用怜悯的心去对待其他的人 前面的与主同行 我要特别对我们所有的男人 我知道 This is for true for guys and girls 对男人女都一样 但是 I especially want to speak to the guys 因为在我们男生 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 Guys will not play a game they don't think they can win 男人不会想玩任何的游戏 是他们觉得没有胜率的几率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人生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人生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么辛苦这一切都只是这个样子 到底是为了什么 That's the lie from the enemy 因为仇人们会知道说 他只要让你觉得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You will disengage 你再什么努力都没有用 你就会disengage And that will kill the very thing that makes you a man 行供应做对的事情 好怜悯 Be a man Show compassion to other people 怜悯家人 帮助家人 帮助你周围需要的人 Lots of people in your life 你生命中 如果现在没有 未来我导哥会有很多的人 是need you的 That's what a man is There's people in your life who need you 是你未来的妻子 你未来的孩子 是你的妈妈 可能是你未来的 年老的父 的父亲 可能是这个国家 可能是你的城市 可能是你认识的朋友 好怜悯 And then this is 谦卑的与主同行 把神放对位置 And He's going to help you 好吧 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准备要结束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主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我们的手 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在你的里面 虽然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好多的事情 是我们没有答案的 我们可以花我们的一辈子的时间 去追求这些的答案 And it's okay to ask this question 我们可以继续的去问 你不是要我们去停止 问这些的问题 你不是要我们不准 去问这些的问题 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们只要有灵魂 我们都会去问的 但是在这些问题 没有得到答案之前 不代表我们人生就是毫无意义 因为有时候在人生的意义 就是建立在我们 把我们的人生 建立在我们已经知道的 事情的上面 所以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不清楚 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的事情 是你已经非常清楚显示给我们 你整本圣经你的话 也都在教导我们 要去行公义 好怜悯 要谦卑的与你同行 所以今天我们要决定 我们的focus 我们的专注 是好好的带领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focus 是去好好的去对待 你放在我们生命中 其他的人 还有我们要谦卑的与你同行 要把你在我们生命中放对位置 我们要跟随你 我们要跟着你一起来建立你的国度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们谢谢你主 我们感谢再来免你 求你来帮助我们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继续在敬拜的时候 如果你有需要被祷告的话 可以来到台旗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领兄 想为你来祷告 我们可以一起为你来祷告 如果你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感觉好像卡住了 不知道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是好像做这一切 都不知道这个价值是什么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的台旗 我想为你来祷告 在你类袁中的相很流 我们的命中热 祖地描导 祖地描导 cetera Holy, Holy, Holy 你是确认美丽 所有荣耀归敏 我属你 你是我 永不分离 我属你 你是我 永不分离 我属你 我属你 你是我 永不分离 我属你 你属我 永不分离 Holy, Holy, Holy 你是确认美丽 所有荣耀归敏 所有荣耀归敏 Holy, Holy, Holy 你是确认美丽 所有荣耀归敏 我的天 希望今天的讲道 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但不要停在这里 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 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你就不会 miss 任何最新的影片 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NATION的一份子 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透过奉献 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 加入在我们的HOPENATION的大家庭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 这样的讲道 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谢谢你慷慨的给予